你说 刘润 您的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去挖迪欧的代理商去吗 没错 从现在开始 商场的销售转身 你们都不要管了 所有的销售人员 现在的人 全力地给我去挖迪欧的代理商 谈成一家 奖励十万 徐总监 开会呢 你玩什么手机呀 你这种沉默做抗意 我只是对您承诺给奖励的事 有点不太信任 这次我会把它增加到员工条例里头 白纸黑字 大家心里都放心 可是赵总 这迪欧一向都是做欧美产品的 跟我们这边完全不搭 如果要是临时让他们换成我们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业绩未必 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是吗 不是 我 那你就别说话了 我想听一听许诺的看法 你说 我觉得刘润说的有道理 这完全就是恶意竞争 对双方都不利的 赵总 我不知道您是出于什么考量 但我希望您慎重 我是公司的老总 我所做的一切 当然是全心全意地为公司考虑 我不像有些人 吃着碗里的盯着锅里的 许诺 你不肯去挖迪欧的代理商 你不会是有别的什么考虑 赵总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早晚会明白的 我刚刚说的 立即执行 赞会 你这又怎么糟蹋了呀 刚又聊不太好脸 我哪知道 老赵简直比女人还难红 真的 陈伟伟姐我们去吃什么好吃的呀 今天听你的 还说你俩没事呢啊 还说你俩没事呢啊 小小今晚就跟饭现在睡不成了 别瞎说 你先去我一会儿就来啊 嗨 你怎么又来了 什么叫又啊 我也不想来 可我这腿 它不听我的话 它听临于另外一个人的 林凡 你是真的很烦 我都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是不会去迪欧的 你说你堂堂迪欧的大副总 你老在我面前晃悠 这来来往往的人 大家都以为你是来 我可不希望让我的老板误会 我跟迪欧有瓜葛 误会 我这样的人跟你误会 这是给你加分的 这一大帅哥在追求你长脸 大哥 我的脸就长这样 不用你给我加分好吗 我都说得很清楚了 你走吧 拜托你不要再来了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 亏得我们老大 心里念念一直惦记着你 我跟他说了会换别人 可是他就认定你了 诺姐 诺女神 你看在我这苦肉剂也用了美男剂 失乐的分上 你要不就动动心吧 苦肉剂呢 确实有那么一丁点的效果 这美男剂 你也太冷血了吧 亏了三年前 我还替你跟赵天生谈判呢 你说什么 因为佩芳的事 三年前迪欧就拿到了佩芳 却没有生产 还赔了赵天生一大笔钱 否则 否则这三年迪欧怎么会没有进展 你是说沈志泽三年前就拿到了佩芳 但没有生产 还赔了兰真的损失 没错 我跟你说 三年前沈志泽为了小宇的事 已经快疯了 为了你的事 连夜打电话让我去处理 她就是怕你受牵连 进监狱 到时候她会有罪恶的 我们的诚意 三年前就已经有了 这些话本来她不让我跟你说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反正这话都已经说开了 我也经历了 请不到你 也希望你不要急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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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根本就没有把我 我决定辞职 许诺 你再跟我开玩笑吧 话想好了再说 事想好了再做 我想得很清楚 许诺你说你这脾气 怎么那么随我呀 一点就着 有什么事不能沟通呢 不必了 许诺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谁的话 这个圈子只有怎么当 你因为你现在翅膀硬了 你可以飞了 我告诉你 走出这个门 你什么都不是 我去哪儿 你就不必操心了 谢谢你的教育 也谢谢你三年来 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许诺 你脑子是不是被鱼踢了 有谁会像我这么惯着你 你想走是吗 你今天就可以走 如果你踏出这个位 早晚你会哭着喊着回来 到时候就算是你跪在机场 求我都没用 对 赵总 三年来我跟着你 确实成长了 可这三年是我人生中 本不应该经历 现在有个机会 让我从头再来 我说什么都不会放弃 你想辞职什么 你我会这么轻易地放你走啊 三年前迪欧赔偿了你的损失 这事你一直瞒着我 三年来 我带着对兰箴的愧疚和对你的感恩 我批了命的工作 就算我亏欠余 整整三年我也该还清我 我再也不欠你的 许诺你快站住 你以为你心间早出这种 一切可以重新开始是吗 你做梦 三年前没把你送进监狱 并不代表我以后不会 你都保重你 以后再见就是对手 沈志泽 你怎么会在这里 是啊 你看 三年了又见面了 还是这里 这个地方 肯没给我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 有什么事吗 你现在还想挖我去迪欧吗 迪欧随时欢迎你 你就不怕我报三年前的仇 不怕我是赵天成的眼线 一旦我掌握了迪欧的核心资料 想毁掉迪欧可是分分钟的事情 我怕你 但是我也得试试 那就请你准备好我的办公室 我下周就来报到 对了 谢谢你帮我 在首尔 我也是恩怨分明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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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恩怨分明的吗 我也是恩怨分明的你 还有恩怨分明的你 我也是恩怨分明的你 有恩怨分明的你 我也是恩怨分明的你 我不想讨论 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八卦可耻 还有啊 同志妍妍召集在纸媒 发布新闻稿 大意就说传奇经理人许诺 加盟迪欧 迪欧将迎来千所未有的改变 网络上的新闻稿 可以再浮夸一点 主要就是要博眼球 你不会真打算这么做吧 同行挖角本是禁忌啊 你还打算敲锣打鼓四处宣扬 我这么做 首先是要让许诺没有退路 其次我是要让那些 持臂代购的代理商知道 迪欧跟兰真对阵的形式 已经改变了 还是你厉害啊 我明白了 下礼拜一 许诺道课